哇 全部放在一起 So Muji 上班族你一定會需要它 喔~~ 歡迎回來凱文小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們今天要來逛無印良品 Muji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很喜歡逛無印良品呢? 無印良品我覺得它不是以價格為道向 它是一種生活態度 它是一個你生活品味的小百貨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逛逛無印良品 如果你也是無印良品名的話 千萬要鎖定這集 看看我在無印良品裡買了什麼 大家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喔 我們去逛街囉 走 冬天到的時候我都會來買 無印良品的羽絨背心 還有我非常喜歡穿無印良品的內衣 好懷念日本的咖哩喔 應該買回去吃吃看跟日本咖哩不一樣 西角區 這個鴨頭因為它壓出來就是MOOSE 你一定要配這個洗手錄 接下來我們就趕快回辦公室去開箱囉 看看我在無印良品買了些什麼 Let's go 回來了 看看我在無印良品買了些什麼 這一次呢我就真的是買我平常 推薦大家買的至於彩妝品跟保養品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的話 麻煩你們敲碗留言 這樣子我就會做下一集 專攻保養品跟彩妝 不過今天呢會是一個overall的各種品項都可能出現 首先就是我第一次在無印良品買的咖哩 而且呢它強調的是不用化學調味料 合成著色劑 然後不用人工香料 有些像這一種即時包 他們可能會加一些化學式的味道 但是它強調的是 所有裡面的咖哩的味道 辛香料的味道 肉的味道 都是真正食物 以及原來烹調方式所留下來的 那我買了三種口味 這個是chicken curry 三種辣椒式的雞肉咖哩 看起來很厲害 這個是butter chicken curry 加了奶油 然後呢應該是屬於比較日式的這種咖哩 這其實這三種都是印度式咖哩 屬於大人口感印度式的咖哩 然後呢這個是creamy butter chicken curry 奶油的比例更高 所以這個口味可能就會比較適合小朋友 一包是一人份180克 它的熱量是395卡 哇不低耶 再加上飯的話 當然不含反式脂肪 然後它可以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用微波的方式 你在家裡面可以自己選擇加熱的方式 那我們也準備了白飯 香噴噴的白飯 我先把它送去微波 等一下我們來試吃 接下來進來的是 我自己非常喜歡買無印良品的這一種 慕斯的這種鴨罐 瓶子的壓頭 跟一般的所謂的這種容器的壓頭 是不同的 利用就是水象的灶類的成分 或者是水象的清潔界面活性劑的成分 放進去之後 它壓出來就會是泡泡慕斯 其實都是因為這一個壓頭的關係 然後當然就是買補充包 補充包環保 那麼這個補充包一包是150元 我剛剛在店裡面我有提醒大家 就是說如果你買的是慕斯瓶 你一定要買泡沫洗手乳的補充包 不可以買一般洗手乳 因為這個慕斯瓶 它必須要用水象的清潔界面活性劑 才可以壓出泡泡 就是它要用它專用的 如果你家裡面已經有這種擠壓式的慕斯的瓶子存在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買他們的這個補充包回去 你就不用再買瓶子了 這個非常方便 再來是 這一顆是什麼呢 放肥皂用的海綿盤 如果喜歡用肥皂的人 如果你把它放在那種平面式的香皂架上面 肥皂的底 都會跟那個香皂盤黏在一起 它讓你把肥皂直接放在這個海綿架上面 那因為它接觸的面很小 它的水分都會往下漏 肥皂就不會黏 整個黏在這上面 第一它可以省掉你的肥皂不會太浪費肥皂 第二就是你在拿取的時候非常方便 如果上面有沾到肥皂 你就直接拿來清洗 譬如說洗手台啊或什麼 洗完之後把它清洗得乾淨 它又變成是一個乾淨的肥皂架 然後再放肥皂上去 超方便的 這個很方便 然後再來洗手手套 它是25%的棉跟75%的Polyester 你就可以這樣子搓搓搓搓 你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譬如說角質角化症 就是長一小顆一小顆的 或者是背部 可是這個要洗背是不是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都會買這個 洗澡不求人 上面的這個毛刷 刷的很有感 無印良品它的設計就是 都是用它們家的顏色的風格 極簡然後又講求生活態度 與環保概念的話呢 這個你就會覺得 哇全部放在一起 這麼多 再來 跟洗涤相關的東西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頭皮按摩 就是在洗頭的時候啊 有些時候我們現在工作壓力大 或者是油性頭皮的人 透過它這個 彈性的刷頭 它可以幫助你在洗澡的時候 同時按摩你的頭皮 幫助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呢 這種呢它就是清潔用 不要跟任何含有酒精類的商品一起使用 記得 再來這個也很療癒 上班族你一定會需要它 山形按摩器 模擬我們去指壓時候的 師傅的大拇指 你拿起來之後呢 譬如說 這裡 有些時候啊 如果你的背會痠 像按摩球的方式 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你的身體 就輕輕的去壓它 甚至於你的腳底 你也可以用它 來做按摩 或者是像這種小腿後側 哇 欸我這樣按一按 就冒汗了耶 這個真的 哇 那個真的讚 你有沒有用過 有用過的留言告訴我分享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清潔棉花棒 它就可以幫助你 把局部花掉的妝做修感 從中間這樣把它撕開來 尖尖的這頭 是含有卸妝水的 一頭比較濕 一頭比較乾 尖的這頭 比如說你有一些細微的地方 就可以用 我來試試看它的 輕輕一擦 就擦掉了 擦得乾乾淨淨 因為它裡面所含的清潔成分 是比較溫和的 對於很誇張的眼線筆 你可能要多清幾次 多清幾次 它是屬於比較溫和一點點 因為畢竟它是急救用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油裡甲醛吸附紙 甲醛是什麼 甲醛其實大部分 會存在一些 有揮發劑使用的產品 比如說新的家具 其實很多 你可能會聞不到 但是它無形間 對於敏感的人 產生一定的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是對小baby 那麼這個呢 它就是把存在空氣當中的 油裡甲醛跟乙醛吸附掉 它就是這樣一片一片的 你新買了衣櫃 你就把它掛在衣櫃裡 有些時候可能剛買的新車 你也可以掛 因為新車 它的塑料的比例 其實也蠻重的 這個 家裡面有baby的 很重要 再來這個 它是攜帶式的擦鞋鋪 透過了清潔界面活性劑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棕櫚蠟 大家很喜歡穿球鞋 如果球鞋不小心旁邊髒掉了 就用這個來擦 很快 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這邊髒髒的 我要輕輕看喔 啾啾啾啾啾 像白球鞋的鞋邊這種地方 你就可以隨時放一包 出門的時候 如果真的不小心弄到了 或回到家之後 就立刻把它擦一擦 乾淨 隨身攜帶的鞋子清潔的布 照來是它 它其實是一個冷水壺 那它比較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除了可以這樣子放著之外 它也可以倒著放 哪一個冷水壺不能倒著放 啊 就是有些時候喔 你在儲存的時候 你這樣子橫著放 會比較方便放到冰箱 那 除此之外 That's all 我家裡面那個 我也可以這樣打的橫著放喔 但是因為它是最新商品 所以我就買了來 反正我家就是要買了 冷水壺所以我就買了 那就是它強調這個特色 你們教教我 跟一般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是年輪蛋糕 他們強調的是它是無選別的 就是說它如果有不小心焦掉 有一點缺角 他們不會把它丟掉 所以你有可能買到的 可能會有一點點形狀不漂亮 因為他們說這個是珍惜食物環保 那我買的是羽汁抹茶 哇好香的抹茶味喔 吃一口看看 出乎意料之外的 不會非常甜 但是有點乾 也可能因為它的糖加的不是非常多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年輪蛋糕裡面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濕潤 或許如果你買它的蜂糖或香蕉 可能它的糖分或者是濕潤度就會比較高 那抹茶我個人覺得是屬於比較大人口感的 但是略帶乾 但它的抹茶香其實真的很香 那吃完這個喝茶 The Win良品他們推出了一系列無咖啡因的茶飲 這瓶是博士茶加上黑豆 博士茶其實就是南非茶 是一個無敵養生茶 因為它裡面富含了很多的這種微量元素礦物質 然後這個呢 搭蛋蕎麥茶 它就是用這個搭蛋蕎麥的種子去烘焙 那因為也是用烘焙出來的茶 火氣比較大的人 烘焙出來的茶會比較容易上火 再來是這個 麥茶跟檸檬香茅茶 如果你常常會覺得比較容易晚上睡不好 無咖啡因的這種飲料 它可以讓你享受有一點微茶飲的感覺 但是你有沒有茶可能帶給你的這個咖啡因的刺激 那當然咖啡因其實對身體是好的 只是你要挑選在對的時間 攝取對的量 對身體才會有好處 哇這好好喝喔 有些人如果你喜歡喝熱飲的 你可以拿來把它加熱 或者是你在吃飯的時候 可以當成你這個味道比較重的餐點的一個飲料 I love this 還有兩瓶 對了我還有咖哩還沒吃對不對 桌上喝其他東西 如果想要知道無印良品三種咖哩吃起來到底好不好吃 我在下一集 我們來試吃無印良品三種口味的咖哩 當然要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喔 凱薇小楊的妹我們下一支無印良品 下集再見 我的天啊 我居然可以吃出它裡面有熬煮出來的甜味耶 我們可以搭配現在很流行的這種浴巾相貌 是不是很好看對不對 再見